各位观众 这里是法国首都巴黎奥利机场 当地时间5月5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 开始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5年 再次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又适逢中法建交60周年 双方将共同重温中法建交精神 从历史角度和战略高度 共同破坏中法关系的未来 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巴黎奥利机场时 法国总理阿塔尔等法国政府高级代表热情迎接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 习近平指出 我很高兴对法国进行第三次国事访问 同法国人民一道 庆祝中法建交60周年 作为东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 中国和法国长期以来相互欣赏 相互吸引 60年前 中法两国突破冷战翻离 建立大史级外交关系 60年来 中法关系始终走在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前列 中法关系发展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也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了稳定性和正能量 访问期间我将同马克龙总统就新形势下中法中欧关系发展 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我希望通过这次访问 巩固两国传统友谊 增进政治互信 凝聚战略共识 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用历史的火炬照亮前行的路 创造中法关系更加美好未来 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 做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抵抗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也到机场迎接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驻下榻饭店途中 华人华侨和中国留学生自发等候在道路两旁 高举中法有亿万岁 祝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 取得圆满成功等红色横幅 挥舞中法两国国旗 敲锣打鼓 武龙武师 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